本來是熱的嗎? 本來是熱的 我摸的時候就有聽熱的 你摸過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Dino 歡迎收看特好吃系列 那繼我們上次爆破這個 烏馬燒肉跟必勝客的聯名披薩之後呢 達美樂也在下面要求啊 說他們跟這個什麼 干杯喔 干杯我算有了解 說他們跟干杯又有聯名出一個披薩 請求我們爆破一下 那既然他們都誠心誠意的留言了 我們就大發慈悲的來爆破一下 達美樂感覺也蠻有自信的 那干杯我自己也蠻常吃的 算是以前吃飯小確幸嗎 以前比較窮的時候 吃干杯就覺得好快樂 干杯是不是一個五百塊那個 商業午餐 老干杯是比較貴的 老干杯人具要一千一兩千 這個干杯 應該算是台北相對平價 然後又有名氣的燒肉 那我們就馬上來試一下 我們先試一下牛肉 這是我們的問題嗎 它上面那層 你知道嗎?掉回去嗎? 那沒事了 不得不說啊 就餅皮的味道來說 我覺得達美也就是略勝 差在哪裡你覺得 那餅皮比較像麵包 吃起來比較酥軟 然後那個畢生克爾吃起來相對比較 比較接近法國麵包這種 比較硬一點 可能口味喜歡不同 我是比較喜歡這種酥軟麵包型的 然後它上面的醬燒味道也很不錯 但還沒吃到肉 那個肉是明顯比烏馬燒肉還要薄 但是 量比較多 對 它量比較多 它上面幾乎是鋪滿的 它就是聯名除了肉以外 它上面還有塗 就是所謂干杯的特製燒肉醬 有 這個雖然那個醬很特別 但是真實講 烏馬燒肉給那個厚非力 那個醬感覺還是比較厲害一點 但如果一樣我選 我可能會選這個 因為它 它上面沒有櫛瓜 比較單純就是麵包跟肉 還有醬香 它這個比較像披薩 烏馬燒肉那個有點 因為櫛瓜跟蘭瓜有點搞 一來影響口感 又來味道也不搭 放不放完全扣粉吧 吃一下它的吃心 好像是很久沒吃披薩了 好像比較好吃耶 辣妹這個好像 确實厲害一點 我炒得快就用來沾挑 你看這個就是他們的店裡的燒肉嗎 放到烤肉架上 翻兩秒就可以吃了 我才講就是 稍微烤得比較熟的烤肉 但不會到太乾或太沉 適中 那要不要猜猜看這個價格多少錢 畢生哥我上次猜多少 我上次猜500 對不對 對差不多 我覺得應該會低於500 超過500就完全不合 因為它這個肉明顯是比較便宜的 我猜399 嗯 這個它589 但它有送一罐可樂啦 有送一罐這個 他牌的可樂 他牌可樂 對對對藍色的 我也說不上來 你覺得肉量 肉量比較多 但是我覺得肉的品質應該是 烏馬那個比較厲害一點 我覺得肉的重量應該是比較少的 它看起來比較多 因為它比較薄 所以我覺得肉的總重量應該 畢生哥應該是比較重的 那這個是真的 比較貴 但我喜歡也比較好吃 如果以好吃的程度來講 有的它賣580 是沒什麼毛病的 嗯 你們上次自己也拍的 大概也是一點多 冷差不多熱死的 應該沒有我比較餓的問題 因為它連知心都 比畢生哥好吃 我們這集有收業配 我先確認一下 是找個內裝 然後來你的頻道下面留言 然後故意想要再拍一集 這樣子 這個操作有這麼燒嗎 應該是沒有這麼燒 來 換豬肉 牛肉的啊 牛肉給個分 1到10分 含價錢的話 含價錢喔 價錢都很難說不是問題 我就要憑美味審柱 好 那價錢大家自己自己很難 因為有些人580 會想要去吃我家牛排 欸 又是我家牛排 其實是收了我家牛排 真的真的 兩集都講一樣的 我已經吃了 製入了好幾次 你知道它的知心叫什麼 帕瑪之心 所以沒得選 就是這種 沒有它有一般的 但是我都想要把他生幾天帕瑪 反正是你的錢 確實蠻好吃的 我剛最後兩口吃完全沒有料 就剩它 那個餅皮最後的那段 然後光知心就 好我們試試看豬肉的 它豬肉很厚欸 它豬肉厚的程度 跟上次那個 飛力差不多 你看這個側面 這個知心 感覺就比較有食慾 上次那個什麼 畢生科裡面的知心 像一坨 橡膠 第一口 就是它的烤肉醬香 加洋蔥的鮮甜 很不錯 它有點巧思啊 它把肉放在比較後面的地方 那你第一口咬不到肉 然後就只能咬到一點醬香跟洋蔥開胃 想吃又得不到的感覺 但其實吃這種豬肉披薩 它最怕的就是那種太鹹 就你第一口豬肉跟醬太多 然後太鹹 你會覺得這樣嗎 你有吃過豬肉披薩嗎 有啦 很多那種什麼 那圈紅紅的那是什麼 異式辣腸 對對辣腸就是豬肉 不太一樣 我沒有吃過整塊的豬肉 我覺得牛肉好吃一點 但是如果你喜歡口感 可以試這個 因為它很厚 然後加上又是5啊 又是沒有嚼勁的 問題跟牛肉一樣 可是 它表層有點乾了 因為你吃肉會希望它是爆汁的 所以它表皮有點 可能跟披薩還一起烤到 烤到縮水了 其實有點介於 介於那個烤肉跟那個肉條之間 對 有些比較好吃的豬肉條 它還是會收汁 收得很乾 但它沒有到那麼乾 還包了一點點肉汁 但就是 就只有一一點點 我覺得它的烤肉醬 其實我剛才知道干杯 有特製的烤肉醬嗎 我吃蠻多吃 但好像沒什麼印象 我也沒什麼印象 但是一吃到就覺得它的醬很特別 它是你說的是乾杯的醬嘛 搞不好是打美樂跟他們不聊的一個 披薩烤肉醬 你這個你應該要吃完嗎 我上次有吃完嗎 上次有 兩個都有吃完 我覺得豬肉的披薩我給7分 就是跟烏馬燒都差不多 有肉是挺好吃的 豬肉多少錢 一樣啊589 我跟你講我每次吃到最後 都覺得最後兩口的那個 吃心比全面好吃 欸你去美國 DBSOP你有吃披薩嗎 我在Vegas好像沒有吃到 但是去Vegas路上有買 因為我們當時是從 洛杉磯開車進Vegas 然後那個路途7個多小時 然後開到一半的時候太餓了 我們路過一個鄉村 很神奇喔 就是它是荒野的大陸 然後那個荒野大陸開一開 旁邊突然有一區圍起來 很像學校的 不是有一個圍欄圍間嗎 然後我們就看到有一個小小的區域 我們就開進去 然後開進去它有點像一個 超大三合院 大概有十幾間房子吧 都是平房 然後全部都是三家 我們就隨便走進去找一間 賣披薩的吃 那一塊披薩大概是這麼長 真的就是兩倍大吧 面積可能有三倍 真的很大一片 那就是超大披薩 然後每個人一片就是一次正餐的份量 然後真的超級 一塊才十美金 然後裡面的那個店員也很正 小麥色的皮膚 然後哇 你怎麼牛肉拿起來吃第二塊 又好吃看 真的 你豬肉沒有拿起來吃 牛肉默默拿起來吃 豬肉真的有一股燒耶 我們今天還有必勝客 在我們這個禮拜之中 還有出一個新品 又出新品 又在搞是不是 又在搞又在搞 最新的那個香蕉巧克力卡夫餅這樣 甜點喔 對甜點 但上次必勝客的甜點表現的都 原來是狗蘿蔔吃的 原來是狗蘿蔔吃的 我們今天有番外篇就對了 對有番外篇 不對不是番外篇 是給必勝客再一次的機會 這個看起來是 它賣單片的喔 我覺得他們調的不錯 他們食物完歸完 但是一次最多浪費一片 它這個是起司卡茲餅 然後它是巧克力跟香蕉 卡茲餅嗎 趁你再吃的時候講一下 它裡面是包Oreo的餅乾 所以你裡面應該會吃到一點Oreo的香氣 好像香蕉味比較重 喔香蕉 但它是裡面有香蕉 沒什麼叫Oreo 本來是熱的嗎 本來是熱的 我摸的時候就有聽說點 你摸過啊 對因為我剛剛拍皮肉啊 都沒有洗手嗎 有啦 你一邊拿著機器一邊洗手 都不感覺我今天會落散 我聽說我 它的餅皮我是真的很不喜歡的 又乾又扁 我還以為我避震靠最大的偏見就是它的餅皮 上次也是 中間那圈就是餅皮超薄超乾 然後這個也是 那就是要麵包的麵包 要餅乾不餅乾呢 可是其實蠻薄的 因為我看它那個官網上面示意圖是很厚一塊 然後今天夾兩個大餅乾 所以我們可以放在旁邊嘛 那到時候讓大家自行評斷 它到底有沒有廣告不實的嫌疑 我們應該是說差的有點多啦 那小機會可能 要請它去吐聲呢 廣告不實塗地字 它容積率也變多了嗎 它號稱容積率很多 其實很少 它裡面的醬是 這很好吃的啊 有沒有想一下 這塊區域甚至是空的 啥都沒有石油餅 我加一下 嗯 看一下價格 59塊 欸 差不多 79塊 79塊 我想一下 79塊可以買什麼 如果做我會買一杯 特朗樂的超王吉隆厚潤奶 評個分吧 這也要評分啊 要評個分啊 反正你都來都來吃了 5分 就美味程度來說5分 如果它份量多一點 飽滿一點 然後再 可能再熱熱香香的吃 可能會有個7分吧 但它上限應該就是7分了 沒有嗎 因為那個餅皮實在是 好乾喔 我剛剛吃了滿手都黑的 才發現 那PIZZA上面 都是可可粉 但是很遺憾的是 我完全沒有吃到可可的味道 它明明灑滿了可可粉 然後我嘴裡還是滿嘴的麵粉味 我決定只給它產粉 是因為手肉髒的關係嗎 因為它幫我手弄髒 然後裡面包的餡又不平均又少 那我們就三個片要吃完了嘛 稍微講一下心得 那這個 感謝達美樂 誠摯的邀請 我們爆破 下次再邀請我 發現我會開過去 他們也算 自信是 是其來有志的 我覺得還不錯吃 但我覺得不錯吃的點是在於 我覺得他們的PIZZA 應該本來就不錯 也符合我的胃口 然後 跟乾杯聯名說 乾杯也 我覺得沒有加到什麼分 最主要它的餅皮好吃 然後自信也好吃 整個PIZZA都很厲害 上面乾杯的醬跟肉 其實我覺得有小加分啊 那個醬香我覺得還不錯 但肉我就覺得 就一般版版 沒有特別厲害到哪裡去 然後 價錢 我認為有點偏高 但也是高的有道理 因為確實是 比較好吃 可能他們的做工 做程是特別複雜 成本比較高 對那 比起無碼燒肉 我肯定是選擇美樂 他們又出這個心的 就感覺必勝客一直在 玩食物 然後又玩得有點 怎麼樣 試了三個 上次試那個什麼 月圓人團圓 還有一個愛心 草莓PIZZA 跟這個我都覺得 這個我今天給三分 但我覺得已經是三個裡面最好了 好 那我們最近特好吃 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感謝達美樂 沒有贊助播出 我們下一集再見 掰掰 掰掰